通訊 今天準備熬一個湯 就是白果腐竹的豬肚粉腸湯 有點工夫要做 我賣了粉腸 大約四十元左右 另外買了兩個豬肚 急凍豬肚 又是大約四十元左右 另外有四兩的白果 有衣的 一會兒要去衣 另外有一包腐竹 另外有一些羊耳米 要處理一些 因為這些豬肚是急凍的 其實已經熟了 我要解凍先 解凍先 首先放進水裡 用水浸著它 另外用少許鹽 少許鹽浸進去解凍 接著要洗粉腸 要洗粉腸 首先要用些 用些鹽 另外加些生粉 然後 生粉和鹽 拿一下 拿完之後 用水過乾淨 這個過程 起碼要做三次 做完三次之後 就乾乾水 把豬肚 這些是急凍豬肚 當然可以買新鮮豬肚 但是工夫多些 回來要洗 這些急凍豬肚 基本上已經煮熟了 回來要解凍 我用鹽水浸去解凍 同時 你見到 如果有些髒的東西 有些黃色的東西 你可以用刀刮走 可以不要在水裡浸 就刮走 然後再煮熟 讓它完全煮熟 之後 浸半個小時 之後再處理 街市買了白果 就 有衣 但是已經鋪了殼 有些是沒有鋪殼 沒有鋪殼 那些就要回來取鋪殼 有人就這樣下去煮 但是我不喜歡 我喜歡去一些衣 去衣的方法 就是煮熱水 煮熱水 煮熱水 簡單 全部倒進去 不用太猛火 用慢火 煮熱水 稍後就容易撕 用慢火煮一下 然後 有很多會脫掉衣 慢慢就可以撈出來 你看這些 已經脫掉了 這樣就可以撈出來 就可以了 接著可以用凍水浸一浸 這樣就會容易 將衣 撕走 像這些 這樣 這樣就可以撕走 這樣就可以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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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輪功夫之後 白果就撕好了 這樣就可以稍微煮湯用 還有少許 很容易撕 完成了 整碗白果 這是四兩 煮了一大煲水 這樣就準備出水了 為了撕了酥味 就放薑 進去水裡 然後就可以把粉腸 放進去 還有豬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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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進去 撕走 不好味的污髒水 撕走 那些東西 還有都 之前洗過 洗過 洗過之後 特別有些粉腸 外面洗了 現在撕一撕就可以 就可以過乾淨 蓋一下 蓋一下 幾分鐘之後 好 大滾了 已經煮了 一兩分鐘 好 差不多了 可以關火 撈出來 再用水洗一洗 然後乾水 然後用冷水 沖一沖 先放太多 那特別是看看裡面有沒有有什麼髒東西 有些脂肪,不想不要,就撕走它,因為都頗肥 盡量停乾水,一會兒才用 煲了煲水 水多水少 自己喜歡,沒所謂 放了豬肚 粉腸,全部放進去 放白果 少少羊耳米 放一些耳米 也放一些黑胡椒 腐竹就可以一會兒,因為腐竹放進去,很快就會滾死 腐竹不用那麼快 全部放進去,然後等它滾 蓋上一蓋,等它滾 現在煲到大火了,之後 就調慢火去,調小火 然後小火煲一小時 慢火煲了一小時 看看東西 看看是否軟 不軟了 其中一個方法呢,就是 撈起這條 粉腸 好,剪下去已經覺得軟了 試一試,就知道軟了 相當之軟 就可以將豬肚和粉腸 撈起 撈起豬肚和粉腸,然後加腐竹 買了腐竹,都要洗一洗,沖沖沖 然後就可以將腐竹加入湯 裡面 加腐竹下去,要繼續煮濺 不用太黑火,要不然水乾得要很快 messed,調中火 讓腐竹煮爛了 豬肚和粉腸都撈起 稍後吃的時候 再煮沸煮湯 切了豬肚和粉腸 現在最主要是煮爛腐竹 煮爛腐竹可以調味 蓋上蓋子 讓它慢慢煮 煮到腐竹爛了 我較前加了少許鹽 現在試一下味 如果味道不錯 可以熄火 夠鹹 因為咬時要少許鹽 夠味 可以放一放 待會切豬肚和粉腸 煮熱 放進去便可 放了豬肚和粉腸 可以切 先切開豬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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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切開豬肚 先切開豬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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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些豬肚和粉腸 基本上,再煮沸 煮沸了,就可以關火 就可以上桌吃了 這個白果腐竹豬肚粉腸湯 就完成了 又有豬肚,又有粉腸 這些是豬肚,這些是粉腸 這個湯相當好吃 功夫多一點,但是好吃